- 只要一步驟輕鬆踏入骨海 有操作的方法就有獲利的能力 就有下一支 - 加入大附羅盤籌碼動人唯一官方帳號 籌碼動足先機動人掌握極限 大家好我是謝忠林 歡迎收看今天籌碼動人大附羅盤的盤後期盤視頻 好我們直接看盤大盤今天中場下跌174點 同學不要把重點放在這個下跌174點 你看一下其他的 今天漲停加速很多 而且上漲加速是比下跌加速還要多的 然後這個是OTC OTC是收在最高點 然後也站上約先的 所以如果說我們從這個OTC的角度來看的話 OTC是內置跟光股控盤 所以光股現在應該是偏多了吧 光股偏多就剩內置 內置的話其實就怎麼樣 內置的話其實就是 就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內置目前是還在廠商 還在廠商 那這個下跌174點這怎麼看呢 同學我們今天來講幾個部分 但第一個先從總經來看 總經當然最重要就是聯準會的會議對不對 然後鮑爾也說了降息延後 同學降息延後 但是他有說到一個重點叫什麼 叫做幾乎沒有升息的選項 同學幾乎沒有升息的選項 然後載積指數就是影響到台積電 台積電今天跌18塊 所以如果說你把台積電這個下跌部分拿掉的話 台股今天基本上還沒什麼跌 所以是不是可以呼應我們在這幾天 一直跟大家說的選股不選市 指數上2萬點這邊 基本上就是洗來洗去晃來晃去 那晃來晃去誰知道他要晃多久 但是這個不是重點 重點是股票對著股票把它選出來 然後強勢股在走自己的路 沒錯吧 到今天為止其實強勢股還在走自己的路 那一樣我們從趨勢股跟機位才來看 趨勢股還是一樣大主軸 大主軸雖然說今天有一些亂流 但是我相信我們跟大家提的設備股CCL 或是說上禮拜跟大家提到的散熱 基本上今天也還好 那機位才就是銀線相關 那銀線相關這邊還有在追嗎 等一下一起來看 好先看這個5月的FOMC的觀點 同學其實他當然 第一個因為現在怎麼樣 通膨有點就是有下降沒錯 但是下降的幅度跟速度有點變慢 所以就是維持現有高率更久 維持沒有關係 維持沒有關係 因為怎麼樣 因為就沒有升息的選項 他自己講的沒有升息的選項 就是後面一樣會往這部分來走 但是降息以目前來看的話 目前來看的可能就是在第四季 但是還是會降 所以就是怎麼樣 就是他到底是什麼時候降 降多少的問題而已 幾乎沒有升息的選項 其實市場上之前前陣子在大幅震盪 或是說掉到兩萬點之下 大家擔心什麼 大家擔心說 那個你會不會後面又有升息 因為有人說什麼 但有一些比較偏硬派的官員 聯準會的官員會出來說話 說這個通膨太硬了 所以現在是5.25到5 不排除再升 有喊6的 也有喊8的 同學 我相信我們在之前 節目上有跟大家講 5.5 大家已經擔心不住了 他就升到8是沒什麼可能 不太可能 然後QT的部分 就是縮表他放緩了 同學放緩這個對金融市場來說 基本上算是好的 所以就怎麼樣 他是陰中偏割 他不是偏陰 他偏割 偏割還是一樣會降 就第四季 還是一樣就第四季 所以就這部分 通膨我個人認為 就是其實他是怎麼樣 就是主流 就是這邊 他第一句就跟你寫了 聯準會維持率不墊 與會佣聲明 大字不變 符合市場主的預期 就是通膨維持高檔 對不對 維持高檔 所以一樣會降息 只不過降息的速度 跟幅度稍微低一點 但是稍微低一點的話 重點就是 沒有升息的選項 幾乎是沒有升息選項 好那接下來看台積電 就是載機指數對不對 這個已經公告了 台積電連續四六天一個月五零 打載機指數門檻 外資三個月後不能買台股期貨 同學他不能買台股期貨 他沒有別的東西可以買 新加坡好像也有福台指 如果你要買期貨指數的話 很多的管道可以買 不見得說一定要買這個東西 而且我再問大家 如果說因為這個樣子 你看這邊 這是我們鄭祺局副局長黃厚明說的 他說影響有限 影響有限 因為其實這個載機指數部分 不是新的 不是新跑出來的一個利空 其實在之前就有曾經發生過 就是2021年的4月 就是一樣也變載機指數 然後後面有沒有 後面有解掉 當然這期間裡面 基本上外資有賣超 同學其實這個外資賣超 你要想想看 那時候外資賣這麼多 不是完全因為載機指數 是因為什麼 是因為地緣政治 報紙上不是一直寫 說什麼要打仗 要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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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說你從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我個人認為 其實 你說台積電間下跌 但是同學你要去想一件事情 如果說不買台積電的話 請問 如果說要買晶圓代工這一塊 AI這一塊的話 如果不買台積電 不買台積電 那你說要買Intel 或是買三星 甘無可能 Intel跟那個三星 有辦法去取代台積電這邊嗎 很困難吧 蠻難的吧 不是 蠻困難的吧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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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積電 一條龍 獨大無可取代 這個短時間 這個是沒有辦法解決 你知道嗎 就晶圓代工先天證這一塊的話 就台積電就是 就獨大一條龍無可取代 你不買台積電 那你要買誰 你是要買誰 沒有東西可以選擇 你知道嗎 同學你懂我意思嗎 就是台積電它就是這麼好 好不好 今年就是36到37 36到37 也有人估比較高 明年呢 明年就45 後年呢 後年可能兩奈米 三奈米穩了 然後再來兩奈米 後年已經有反額到多少 都估到五十幾塊了 你都估到五十幾塊的話 你這個說什麼 因為這個載機時數要大賣台積電 把台積電什麼賣到 跌到多少 掉下來一定會有人接 掉下來一定會有人接 搞不好內資也會接 內資現在錢很多 同學內資錢很多 應該沒錯吧 所以就這部分 我認為就是你平心看到可以 所以我也呼應 我們的副局長黃厚敏說的 這影響有限 你不買台積電 你要把它全部賣掉 賣掉把它砍出來 你沒有東西可以取代它 就這部分 因為它就是那麼好 所以如果說你這部分 我們先從這個總金的部分 來看這個大盤的話 我認為其實也還好 頂多就整理 經理來經理去 那如果說你就這個個股的部分 或結構的部分的話 當然今天結構 結構有點利空 就這個啦 AI鏈缺料 三台廠結合就有 那講什麼 就是美超維跟超維 昨天基本上是表現不好的 表現不好的話 他們都說什麼 同學 他們不是說沒有需求 你懂的是嗎 不是說現在需求沒了 需求沒有了 大家都沒買 不是耶 市場飽和的沒有了 不像手機市場飽和的 對你手機不換也無所謂 現在不是耶 他說的是什麼 他說的是 哇缺料 缺料可能就缺什麼 但第一個 就是可能HBM 可能HBM的部分 可能在缺 或是什麼 先進封裝 還有呢 還有前幾天在說的 散熱的部分在缺 所以如果說你懂什麼 就是 這個部分的訊息 會對牌面上有點影響 沒有錯 但是呢 是不是因為什麼 是不是因為需求沒有的關係 不是喔 他這個東西 跟什麼特斯拉不一樣 同學 特斯拉是不是最近跌很慘 對不對 最近跌很慘 當然有在反彈 最近這一天有在反彈 但是這整個波段 今天已達他是跌很慘 那跌很慘 理由是什麼 同學 之前特斯拉一直為在高檔 是因為他的車子一出來就賣掉 很多人在排隊等著買他的電動車 對不對 請問現在還有人在排隊嗎 同學 請問特斯拉電動車現在還有人在排隊嗎 不用排隊了嘛 所以這個邏輯就跟現在的這個AI狀況 同學 這是類似當時的狀況 當時特斯拉財報也不怎麼樣 但是因為很多人在排隊 所以他需求是在的 但是現在為什麼一直跌 就今年以來一直跌 因為就不用排隊了嘛 所以需求呢 需求可能就被一些路場 這邊瓜分掉了嘛 但是現在AI這邊的部分是什麼樣 應該部分是缺料啊 缺HBM 缺封裝 缺散熱 後面的需求在不在 後面一堆排隊等著要買 不是嗎 所以需求是在的 只是缺料 那缺料的話同學 既然缺料的話 人家想說缺料 那要怎麼樣去擴產這些東西 怪的這些東西的話 其實就COAS嘛 COAS前段後段嘛 日月光在做後段嘛 台語電這邊做前段嘛 但是呢 如果說你從這邊看的話 就是短天上可能有點影響啊 但是影響 你強勢股票拉回是要找買點的 同學強勢股票拉回是要找買點的 日月光我們剛剛講到 我現在這個 就日月光這個新聞 我們跟大家提到 反正就是你可以留意什麼 你可以留意木德嘛對不對 那木德之前掉下來 我在節目上也講 同學是沒有遮的 你知道嗎 383嘛 買回之前440調節的部分 440調節的部分把他接回來 接回來 這我們上週跟大家 不是上週啦 其實一直以為 今天是禮拜一 前幾天 前幾天 4月29 今天5月2號 就前幾天 木德嘛 可先獲利調節上週 385 就這地 這邊買的嘛 46附近嘛 雖然對 80塊的價差 對 80塊價差我先 先拉回來嘛 先拉回來的話 先拉回來 同學 你高檔有出低檔 就可以怎麼樣 你高檔有出掉低檔 如果說有壓回的話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買回來 不是嗎 你就有價差嘛 當然第一部分 另外半原始的部分 那400塊的 400塊丟著 沒差別 另外一個就是怎麼樣 幫你做價差 就在那邊做價差 做價差的話 385 465先把它出掉 今天掉下來 掉下來 其實同學我說真的 我覺得機會真的又來了 我個人覺得 機會真的又來了 為什麼 他今天底的理由 主要是這個 就是什麼設備廠目的 因為第一季結束了 現在開始公佈什麼 公佈第一季獲利 目的第一季只賺0.5 好少喔 有夠少耶 同學 設備股的獲利 不是看這個東西 你知道嗎 設備股的獲利 真的不是看這個東西 設備廠跟那什麼 我們之前跟大家提的 像台藥這些 跟那什麼台藥荔枝這些 不一樣 不一樣 你知道嗎 那是不一樣的東西 你知道嗎 設備廠 基本上就是出機台 機台什麼時候入帳 就是廠商那邊 機台過去了 入帳 然後他們才什麼 任列營收 基本上是這個樣子 所以如果說 你從這邊看的話 我相信我一直跟大家提 你目的今年的題材就是 147月都有什麼 都有機台在做認證對不對 都有機台做認證 那當然它有什麼 它又是 它又是日月光的公司嘛 那不是日月光這邊的嗎 日月光的微突快這邊嘛 日月光的嘛 日月光的然後這個做到 這個 微突快喔 從40微米到25微米 這個連怎麼樣 連台積電可能都要用了 所以台積電這邊的話 機台搞不好 搞不好 搞不好過陣子 你都看到新聞了 就是日月光這個 基本上台電這邊 可能也要下去使用 那日月光這邊就23%嘛 所以就機台認證的部分 派專人 專人然後呢 數件再處理 那專人數件再處理的話 日月光是去年第三季才進去 它去年基本上 也沒日月光的幫忙 也可以專8塊多 那如果說今年有147月怎麼樣 有147月 這上個月的機台認證的話 一月認證的基本上下半年出嘛 對不對 過一台就是10到15塊的EPS 所以基本上估到今年15到20 我認為很合理啊 對 日月光幫忙第一季的 一月份的機台嘛 下半年出嘛 再加上原來的 原有的嘛 所以脆脆的今年 漲後到20差不多 差不多嘛 那明年呢 明年基本上三款基本上都過了嘛 147月這個三款都過 明年三款就是都出啦 三款都出的話 我是估差不多15到40 就是比較專業的估 就是比較保守估15到40 也有人估到50塊的 同學估到50塊的話 這是比明年的紅素的EPS還高 你知道嗎 紅素明年 反正這邊才估50塊而已 如果說木得這邊也50塊的話 跑到4050塊的話 紅素現在1000多塊 他現在才多少 他現在不到500塊 這個價值才一半而已 也就是說什麼 你就這個設備廠的部分 其實他們是看什麼 就是你覺得說第一季台0.5好少 但是如果說機台出了 你可能在某一個季度 他EPS都會變多少 EPS忽然變成十幾塊 你懂我什麼 設備廠是這樣看的 不然我問你 像什麼萬潤那個 萬潤我們去年底也做過嗎 萬潤去年EPS才3塊 這3塊而已 股票搞到兩三百塊為什麼 那就是機台要出了 今年可能會十幾塊 所以這種設備廠就是這樣 就是他不是看什麼 不是什麼美季多少 什麼營收什麼YOY 什麼MOM 設備廠不是這樣看的 設備廠是看一整年的 看一整年的 因為有旺季 旺季跟淡季 有機台出跟沒出的時間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這個不是重點 這個東西不是重點 因為你可能今年還沒結束 第一季0.5 你可能在應該是下半年的部分 可能第三或第四季 忽然EPS 變15到20塊 基本上是這樣子 所以股價在反應什麼 如果說真的那麼 那麼肉肉腳的話 給他炸的跌停收起來 都打不開了 幾萬張鎖起來 搞就早就這樣子了 但是你看如果說你這樣看的話 其實之前這個投信也有買 外資也有買 漲多震盪一下 對公佈這個 再怎麼樣 再搞不好 同學 這個連今天震盪 他10線還沒摸到 你知道嗎 10線 今天5月2號 有跌了 這短線衝高 東東衝上去 壓回來 壓回來在這邊 10線都還沒摸到 所以這個算是強勢股 強勢股壓回 你看這個高點是485對不對 485 485今天440 是不是壓回差不多快 差不多還不到一層 一般來說 法人這邊 他們的看法 就一般來說我的經驗 差不多是15%到20% 如果說真的有壓回到那邊的話 差不多15%左右 那個買盤搞不好又要來 好不好 所以像這種壓回來 我認為就是壓回來 壓回來就多留意 好不好 強勢股壓回來就多留意 然後這個勵志 禮拜 這禮拜四送給大家了 乾杯西 不是禮拜四 像我剛講的 年紀大 一直以為今天是禮拜一 好不好 禮拜一 對跟人家講 跟大家說這個 我也沒跟你遮 4月29 4月30 出掉 就禮拜二把它出掉 出掉不是不看好他 因為他要發CB 發CB 所以短天上 就做一下這個 做一下這個散政 因為散政也在缺貨 所以同學 回到我們禮拜一跟大家說的 你看這一天的新聞出來 新聞出來誰在漲 這三支都沒漲 漲的是栗子 所以大家都沒去 只有漲是栗子 假裝工 撩起來 一張五千 你一定買到 同學 如果說看節目做股票 你也賺得到 不是嗎 盤下還有157 應該沒錯吧 這天收160 這不是160 你說有掛平盤可不可以買到 掛平盤可以買到 盤中啪啪啪啪啪 電視那麼多人在說 很好出來 不是嗎 這個可能這個月底 因為他現在接末期 接末期很多東西他不會講 接末期快結束的時候 我們再來 好不好 所以就這部分的話 其實同學要跟大家提到的是什麼 就是就AI的部分 你說AI趨勢股是因為是整個掛點嗎 不是啊 你有沒有發覺我們AI賺錢了 就算震盪 震盪 禮拜二 禮拜二有調節 掉下來我準備接 所以 如果說你之前沒做到的話 有壓回來 你也可以跟我們怎麼樣 一起來賺錢 好不好 那這CCL當然這個就台藥 不是 台藥 台光店我沒有啦 因為台光店的線型還不是很漂亮 就台藥 台藥 現在這個也講很久了 這個我們講那麼久也不用再 過去都跟大家提到過了 我們看今天就好了 今天5月2號大盤跌174點 哇還在漲 沒什麼問題嘛 今天頭信還在買 沒錯吧 頭信還在買 我剛好看啦 頭信還在買 還在買的話 同學 這頭信如果還在買的話 搞不好 這幾天要公佈營收對不對 搞不好出來的4月營收是很漂亮的 搞不好 搞不好的話 如果說4月營收真的 真的是不錯的話 也許還會再來挑戰一下之前的高點 有可能啊 我不能跟你說一定啊 因為頭信就一直買啊 頭信是買 你盤好他也買 盤不好他也買 一直在買就只有一個理由 就是他覺得後面是不錯的 後面不錯的話 以最近的利多來講的話就是4月營收 5月不是公佈4月營收嗎 不然公佈幾月 公佈4月營收 所以4月營收應該不錯 因為3月營收已經不錯 對 所以像這個我認為喔 持續的做關注好不好 籌碼看起來都不錯啊 籌碼 這大陸儲物比例都是穩步的往上升啊 所以都還是穩健的好不好 但紅碩這個比較高價 可能他價格比較不親民啊 但是今天也是漲的 沒錯吧他今天也漲好不好 禮拜二的時候跌今天也漲 一樣失線沒破 就是 不是HBM缺貨 他不是要出美光HBM機台 所以也算是安全的啦好不好 好那其他的像這個我跟大家提的啊 也是安全的啊什麼 就得昌嘛 不是今天大本跌了170元 得昌有沒有漲 得昌還是漲啦 不是也是漲的嘛 我們也是持續獲利中嘛 跟基比啊 對獲利比他好 配息的部分比他高 對然後職業率也比他高 未來5年 未來5年在手頂當500億 未來5年 平均EPS差不多10塊 對這未來基本上是很安全的公司 很安全的公司的話 公司的話就是怎麼樣 就是持續留意就好了啦 當然同學 今天喔 今天最強的部分喔 基本上在哪裡 在營建喔 連我們前天的那個短線法寶 還跑出兩支 一直叫永信建叫達利 我現在其實就我們的短線法寶 就營建的部分喔 其實像這個永信建達利 我知道有些同學追不下去啊 但是我相信我在 從這地方來做延伸的話 除了什麼樣 除了跟大家講 在裡面跟同學講那個得昌以外 我也提到什麼 勤美嘛 勤美金都賺6塊嘛 但是同學 這個地方我不是叫你追喔 如果你有的話喔 你可能稍微思考一下 是不是要準備獲利入袋喔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像這個喔 其實一般來說啦 法人平常沒有在出什麼營建的報告 但是最近有在出 那最近有在出的話 如果說以今天的這個股價來看 很多都達標了 很多都達標了啦 那種最高標啦 比如說有寫4、8、5、2、5、6 那種就是每個營建的看法不一樣嘛 但是如果說以今天的腳來看的話 很多都已經達到什麼 比如說像那個什麼 那個秦美的部分 可能最高都寫到56 都達標了 都搞啊 那像這個勇信劍這也是 達力這也是 達力目標最高寫到好像60而已 竟然已經跑到60以上了 所以如果說反的目標打標的話 我認為這個地方 你可能稍微見好就收 為什麼 因為如果說像營建的話 我不是說他們不好 而是怎麼樣 而是他們評價方式 跟一般電子股是不太一樣的喔 不太一樣啊 怎麼說 你電子股可能說 比如說今年賺個5塊 可能賺個本益比20倍 100塊對不對 電子股很多都這樣子 如果說你是AI的話 就是直接乘20就對了 AI就是直接乘20倍啦 對不對 以前電動車在夯的時候 只要跟特斯島關係都是30倍起跳 所以之前呢 什麼核大什麼的 都是30倍起跳 探個細摳股價100多塊 是以前好不好 不是現在 就是那時候 那個電動車在夯的時候 那現在如果說你就這個 銀建的部分的話 當然有些什麼題材 什麼大都根 什麼公共建設這些題材 但是 同學 如果說你是蓋房子 什麼冠德啊 或是說青梅這些 今年有建案入障 明年請問有沒有 後年有沒有 畫個彎道對不對 今年一定有啦 今天要插 今天一定有建案 對不對 但是這個賬入完之後 請問明年到底有沒有 明年 明年 明年不知道耶 或是說明年的入障 可能不會比今年好耶 所以呢 所以你說 今年賺個6塊錢 EPS 20倍 我搞到100塊 不是啊 不是這樣看啦 因為明年的獲利搞不好 不會比今年好 甚至於 我這批建案入障入障的 再來呢 再來就沒有啦 你聽歸我 就是它的獲利是不穩定的 那不穩定的話 不穩定的話 只是怎麼樣 只是現在 錢再往這地方靠 錢再往這地方靠的話 明後年的部分 這些東西 就是這些銀進的獲利 是跟台積電那種 是算不出來的 台電 你法人這邊可以 今年36 明年45 後年55 法人是估得出來的 因為他們很多都是專案 對 跟什麼 會回答這些專案 基本上算得出來的 但是 銀建這邊呢 今年入障明年 不知道啊 你懂什麼 所以有時候在衝的時候 法人目標打標的話 我認為就是 你可能要稍微 見好就熟 然後再怎麼樣 再把資金轉回來 一樣看趨勢財 如果說有些趨勢財 壓回的話 像這一支 這一支啊 這一支我認為基本上有機會 好不好 同學你可以看喔 其實這個是月限 這是20年的大敵 他股價突穿20年以來的高點 代表什麼 同學 這個代表公司直變 如果公司沒有直變的話 不會突穿20年的高點 這公司已經產生直變了 公司產生直變 現在黃仁勳是不是 同學 其實那個老黃 大仁哥 大仁哥 大仁哥下個重點是機器人 對不對 機器人 機器人當然就是邊緣AI這邊 這一家公司也在決生壽裡面 這間也在決生壽機器人平台裡面 這種突穿20年的高點 就是公司直變 直變壓回來 壓回來就可以留意 最近法輪買超多的 好不好 最近法輪買很多 你可以做留意 當然 不知道怎麼做的話 還是一樣可以跟上腳步 好不好 好那我們做個簡單的結論 同學 對不對 其實我們跟大家提就是 如果說以捷運的盤來看 我都認為這個指數就是2萬點附近 就2萬左右在那邊做震盪 掉下去也無所謂 但是這個結構性直跌 它是一直存在的 像今天來講就很明顯 跌了174點 你的體感真的是跌174點嗎 還是等著 有的股票還在漲 有的股票 哇我禮拜二出掉 今天壓回來 我是不是趕快尻回來 尻回來 要尻回來的時候我會叫你 好不好 你不用急 所以就是把這些有機會漲的股票 就是 不管說你是來回做 還是把新的找出來 都比較什麼 操作方法 有操作方法 就有獲獵 就有下一次 好不好 喜歡分享的話 可以點個訂閱小鈴鐺 當然我們節目更新的時間 推播通知你有節目可以分享到這邊 籌碼動足先機動能 掌握極限 祝大家明天超順利 連見拜拜 Obrig你 我們 ongoing 如果再度行 那我們對 我們下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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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 鬼 我們下一次 感谢观看